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在此,我们要多谢昨晚很多打电话上来的观众 以及在网上留言的网友 我们昨晚都对台风、利坦、吹袭澳门的事件 浸含了讨论 很多市民都要打电话上来 与我们表达自己的怨气 说到对当局的做法感到不满 其实到底是科学依据重要 还是民生的安全重要呢? 还有我们觉得是否应该 气象发布的讯息机制方面 是否应该要检讨一下呢? 还有对于在恶劣天气下上班的员工 是否应该有一些适当的保贴或者保障呢? 所以今天我们都会继续谈吐一下 台风过境、引发而论这个话题 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三位嘉宾 我们很高兴邀请到 立法议员高天晨思森 高营养你好 大家好 我们还邀请到 立法议员李静怡 静怡你好 谢谢你好 大家好 我们还邀请到 女企业家协会会长江美芬 芬仔你好 你好 我们欢迎市民朋友 继续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78-9192-278-9192 或者通过研究网上的网址 加入我们的网上交流 首先我们先来听到 今天的重点新闻 澳门最招 中区社区服务咨询委员会 今年举行 委员林宇托表示 政府应该全面检讨 及清晰热带气旋讯号定义 台风离坦吹袭期间 本澳受到强风及风暴潮影响 社会普遍批评气象局 不发白号风球未有顾及公众安全 他认为本澳原用超过16年的 行政命令有关热带气旋讯号的 定义存在很多不合理和不清晰的地方 必须做出全面检讨和修订 委员张淑玲表示 前新闻局大楼长年限制 东处政府活化再利用 他表示 位于板像堂街前新闻局大楼 雕空多时 这个黄金地段的建筑物 可以加以活化和再利用 建议当局应该尽快对此问题制定处理方案 委员卢协华表示 政府应该完善及规范网购食品 据民政众署资料显示 现时本澳网购食品店共50间 只有8间在民政众署进行登记 本澳政府应该继续完善食品安全法 将网购食品立入规管 市警驱捕一名内地男子 他涉嫌用于散离遮挡偷舌 案情指 市主和家人逃经身后按船市大马路的时候 被两名男子在左右接近 其中一人在市主身边打开一把遮之后 市主感到腹袋有意 随即扑开一把遮 并发现腹袋里面的现金跌在落地 突然有人上前抢袖换看 市主和家人曾经上前阻止 但被推开 市主共损失6000元 就调升社保供款额的 勞资双方供款比例 勞资双方在社会业调上次委员会 里面处于较着状态 社保基金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容光耀表示 目前有两个方案 今年内会有决定 欢迎回到澳门开港的现场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 继续谈谈谈台风利膽 过了境之后 但是都是引发了很多社会的议论 首先先和我身边的高生谈谈谈 高原 我知道你的意愿办事署都是收到不少的投诉 以及你都见过不少的人 那可不可以和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情况 事实上真的 这次的风波 透诉是来自两大类的 一些就是市民 就觉得要上班是挺危险的 除了他本人还有家人 其次就是气象台的员工 尤其是前线来自部门的几个中心 里面都是觉得今次事件应该是有另外一个做法的 事实上现在的风波 其实局长也说到是说 用一个科学的形式分析之后 就作出这个决定 就不肯去将三号变成八号 但是事实上呢 他们气象局每一天呢 常规成是有些会议的 所有的部门的主管都会出来 但是局长这几年都很少出来的 包括了八月一号 当时已经是跨了一号风球之后呢 他都没有出现 那今次事件也都有员工 当时是都有建议的 是希望可以夸八号的意见的 但是局长都是自己一个人 担当这个责任来去做这件事 他需要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本人呢 都是明天会遞信给行政长官 按照那个公职法里面呢 希望了解究竟整个气象局里面 那个运作究竟是处于什么状态 以我们所知有三个中心 包括预报中心 气候中心 还有监察地震中心 是没有主管肯承担这个工作的责任的 那另外其中一个是在待着的 都做着下 没有多久呢 都放弃做这个工作 那变了呢 里面呢就是这样的运作 在这几个月之外呢 也都有很多气象局的前线的低级的 对士气非常之低落 因为里面的运作 不是一个真正科学的方式 来去管理员工 所以我觉得挺出奇的呢 就是为什么局长就在天理报告里面呢 就说用一个科学的方式 但是他内部呢 似乎不是这样的 就是两个世界 那之前我们都有跟行政长官做几段来立法会的时候 都是暗示着呢 高门的士气非常之低落 尤其是前线的方面的 那造成今次的不变呢 需要局长承担最大的责任呢 因为他自己说出来 是他自己的决定 另外就是那个批示 行政长官的那个所谓命令 16尺画200年呢 已经是不合时的 今时今日的 但是里面呢 其中呢就是 是跨那个8号的决定呢 不是说你遇到当时的情况才去跨 如果这样做呢 是违规的 是你要用一个专业的判断 预计将会需要 会有这样的危险的程度呢 你就要早跨那个8号 避免呢 就是什么呢 有人受伤 事实上我收到很多vchat 还有很多照片呢 包括有一辆车 有整支桶呢 就是插了个顶 就进了里面 这次事件呢 幸好就没有任何 严重的事故出现 但是如果是有了之后呢 我问 谁承担这个责任呢 所以 跨那个8号呢 是需要呢 那个局长 真是 以安全为主 来去作出这个决定 是需要呢 多些数据 还有最紧 最有趣的一件事呢 就是如果你想到它的网站里面 由2011年之后 所有台风呢 它是没有那个风速的数据的 很奇怪 这件事 为什么它不放上去呢 还有不是那么容易查它的数据 其他东西呢 就是湿湿碎碎呢 就很容易看到 但是如果说台风 和那个所谓 科学的方式 来去判断 和作出那个决定 来去跨这些东西呢 是需要多些理据 需要多些透明度 需要给澳门市民知道 是什么情况之下才挂的 嗯 明白 那和鄭義聊聊一下 那我们知道呢 昨天下周呢 气象局局长呢 都召开了一个说明会 他就说 自己是一直都是按照这个科学 依据去办事 但是其实我们大家对于这个 定义标准 都不是那么清晰 还有它有一个人 这种制度 你觉得是不是 今时今日应该要检查一下呢 其实现在就是 在澳门应该挂一些 什么的 就是二大气旋的预警 的一号风球呢 其实它又不是说 完全没有一些指标 问题就是 现在都相对比较 我们觉得是空泛和笼统一些的 就是它是用一个 澳门特别行政区 你可能面临的一个风力 是达到一个什么的指标限值 接着我就发几号风球 问题就是说 澳门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地方 就是他昨天局长说澳门地方小 但是澳门小小极 我们都有一定的覆蓋范围的 就是我觉得现在尤其是居民区 我们又去到 你路幻好石牌弯好 去到我们关习 都有一个很远的距离 究竟每一个国区的风力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他就用一个很笼统的就是 澳门整体风力受到影响的情况 怎样整体法呢 是整个澳门你都测得到 我们的风力去到那个限值 才挂 还是你更大程度地 按照看回我们居民的一个安全 生命安全 你要作出一个预警 或者是给大家一个讯息 我怎样去有一个出行上面的选择 我怎样降低 减少我受到这个风险的影响 因为事实上 我们现在讲的三雄和八雄风球 一个当然是大家需不需要上班 我觉得这个呢 不要误会是一个假期的问题 而是一个安全的问题 我们现在很多的居民 他需要在澳门和陈仔路环之间 跨区去上班 其实使用大桥的机会率是很高的 那大桥上面的风速 我相信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值 你不可以说大桥上面的风速高 我下来下面就没事了 就是你用一个这样子 其实大家就会觉得非常笼统 还有你要测到多少个站 就是我们现在 他交代有十几个监测点 监测站 那你究竟多少为知 你觉得的科学指标 现在是没有人可以问得到 局长或者气象局 去说澳门那套的科学指标是怎样的 我们有什么跟随的标准 怎样去做 多少个站测到风速是足够了 或者预警测到风速是足够 我就要发出来 那这里就会是一个大问题 另外一点我想强调就是 昨日的情况 其实它不是说纯粹 一些数字的问题 我们事实上看到消防 它也接到大量是一些嵩树 石屎剝落 或者跌东西来 要去清拆的一些这样的case 那问题就是说 事实上的风力 风雨的情况 是令到出行的人 包括上班的雇员 他们是受到风险很大的 你如果又不能够交代 你那套科学决策的标准 甚至乎更大程度 考虑居民的生命安全的角度 去做出决策的话 那这里是难免受到别人的质疑 因为关键是一点 我们现在有法律规定 如果8号风头或者以上 我们是会有一个上下班出行的保障 但是如果你迟迟不作出你一个的决定 或者是从科学上面 可能你都需要挂8号风头 但是你没有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那就会对我们的保障更大的一个威胁 所以问题就是 我觉得居民的质疑 你官方应该清晰交代 而不是有一个给人的感觉就是说 我这套就是这样的 是你们不明白的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态度 居民是不会接受的 是的 昨晚我们一直都在听解释会 金副局长就说 他们所有在桥上面的风向的那个 渗电 其实是装在那个桥顶的 他说桥顶和桥面可能会有些差异 我觉得这样的说法 是不是有些 但事实上是在中一条桥的人 就会在桥面 我没理由在桥底里 是的 重点就是这样 好 那跟品姐谈一下 那我们知道这个台风过来 其实广东省珠山的七个城市 全面都是做好这个五庭 就是说停工停热 停市停火和停运 但是澳门呢 所有一起都是照旧 那我就不知道你们相互 其实当这个台风 这次过来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做一些 预防的措施 和对你们的抱怀 或者这些 有没有一些影响这样 其实台风呢 吹袭澳门呢 现在不是第一次的 其实长期以来都是 八九月啦 都是一个台风的 就是集澳啊 或者是最多台风的季节来的 那我们作为是 无论是商界啊 雇主 雇员 和澳门的市民 每次台风来的时候呢 我们是 我们唯一一个渠道 也都很依赖呢 是那个气壮局 它发出的预警 和台风的一个讯号的 那我们作为一个雇主 或者商界来说呢 就与 我亦都 我们大家都非常明白的了 如果是三号风球的话呢 我们是预期上班 预期工作 照常营业 照正常那种这样的工作的 但是如果是八号风球的话呢 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呢 我们都是会停工啦 是不是 那股员不用上班 保障他们的安全 那我们雇主来说呢 也都要做好那个防风的准备 所以我们是非常之 那些依赖和对气壮局发出的讯号呢 我们是非常之重视的 但是呢 这一次呢 那个离坦的风暴呢 来摧摘澳门的时候呢 一直呢 都是三号啦 但是他有提过 将会改划 但是一直都是三号 口吝口吝 那变到我会跟员工之间 那个大家的协议呢 就是说 喵三号就要上班了 八号就不用上班了 那但是一直到三号的时候呢 那它就要上班 我們就照常營業 照常安排員工的工作 送貨 或者是收貨 或者是怎樣出外勤的工作 其實我們都知道員工回來的時候 他們上班也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有些住在珠海 他們全部不停 都很覺得這個颱風是非常之大 有可能會正面吹閘波的可能性 所以都做好準備 所以才有五庭 這麼嚴重 所以我們都覺得有些質疑 香港和澳門距離這麼近 香港都刮八號 而澳門和珠海也這麼近 兩邊都七號了 它都紅色預警 但澳門仍然是三號 變成我們來說 因為三號你一定要員工上班 我們一樣是打開門口做生意的 但是 到員工有些都沒有上班 因為他們在珠海住的時候 沒有車 停車 公交路 沒車了 沒車了 省不了工了 再加上有時候我們安排 有些要送貨 或者是用電單車送貨 或者有些是輛車住 要上班的時候 事實他們過橋的時候 很危險 澳門就很特別 三號就不開通那個隧道 那個電單車的 那它一定要走大橋 那走大橋的時候 事實他們說風速很大 那來說 都是對員工 或者對澳門的市民 要用大橋的時候 是第一做來了 一個很大的不安全 是不是 我們以前經常都說 要勇俠了 這次珠海所有那邊 全部都是停車 那我圍到澳門 這次不合作 我們要上班 所以這個都受到大家市民的質疑 那為什麼 是不是真的這麼科學數據呢 澳門就是完全沒有事 其他兩邊都有事 但是在正常的生活 那個在台風的過程裡面 感覺到是真的很強力的風速 有七十幾單的塌樹 還有建築棚架落 其實這個都已經說明 那個風力是很強的 是的 我們都是看看我們澳門開港的 現在那個上面有些留言 就是說 叫議員們將這個問題 繼續跟詞 沒有放棄 我們明天都會遞信 下午三點鐘 行政長官遞信 很多網民留言 說 那些數據是不是不達標 我們就不知道 但是官員一定是不達標 就說這個局長是三北局長 就是誤認錯 誤道歉 誤落台 非常之有的網友 好了 我們現在聽聽觀眾有什麼意見 現在是李生在線 李生你好 李生你好 你好李生 請說 各位嘉賓好 其實這兩天 我相信 無論不罰好 口述好 每個人都是對這個所謂的 氣象局的官員 就投一個非常不滿意的態度 但是我們是否只是一個所謂的遞信 各方面去做一些這樣的工作 可以改變到呢 我相信如果他肯改變的話 就不用我們去遞信 或者去討論這件事 但是我又反過來看看 會不會是現在這個機制上面 使我們大家市民和一般的人 那個戒心會低了 我相信在我們這樣的年紀裡面 年紀小的時候 我們知道是有1號風球 2號風球 3號風球 5號 7號 8號 9號 10號上的 但是現在那個所謂的規矩就是 1號 3號 8號 10號 9號 10號 那變成那個人 3號 7號我們大家開車 過去大橋也沒問題的 覺得可以接受 但是3號和8號這個距離 跨幅很大 第1號 8號 10號 第一號 8號的時候 喂 李生 喂 喂 李生 我聽你聽你的 我們聽你聽到 可能你在那裡的信號不是很好 請繼續 意思就是3號封球和8號封球的跨幅太大 如果跨幅那麼大的時候 當他在3號的時候都在出街 突然一變8號 他現在是忙於應付這麼惡劣的天氣 會不會是在以前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都不是很深究回到以前的事件 為什麼會由1號 3號一變變成8號呢 其他的也都取消了 之前我相信要深究回 但是在我們一般的市民來說 他掛3號封球 我們一定是出街沒什麼問題的 都是一個安全的係數 但是在3號一變變成8號 這個這麼大的跨幅的時候 究竟我們夠不夠時間去應變呢 以及已經在街上了 回不回到家呢 其實這件事情我相信是否可以探討一下 有沒有一個空間 可以改變一下現時這個報道的機制呢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隨時大家都很容易被惡 走出來就沒事 突然一把行一二三就變成8號 還有一件慘的就是 當他說8號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是不用上班的了 在前一天的時間 大家都討論 他說將會歪包好 大家準備都不用上班了 明天 誰知道突然之間 當然他一點都不改就改變了 變了又要上班 大陸珠海那裡就停通了 停了那些交通了 想回又回不了 其實影響都很大的 所以這次呢 但是我們的天文堂局長 也是要命的 他走出來說一番這樣的說話 究竟是 因為他是專業 他就不需要理你所有市民的感受 又或者現實的環境 這樣的官員呢 我相信大家都真的要希望他能夠改變了 所以高先生說會是遞信的 我相信是應該要的 所以說幾腳贊成一點 希望不要澳門繼續這樣去處理一些事情 官員的態度也都不是這樣去處理的 因為大家其實反應這麼大的時候 你不去將澳門的市民的懷疑和疑慮去解釋 還要告訴別人我是專業的 那你們不專業而已 他沒錯的 這樣控制的話 真是令到市民都很失望 那希望高先生 你明天的遞信和他聊一聊 叫他改改吧 不要繼續是這樣 好 感謝你們這麼多位 好 多謝李先生的電話 好了 時間差不多 我們先去看看天氣預告 回來我們繼續和市民一起討論 好了 紛紛我們澳門開槓的現場 我們現在都是繼續聽聽觀眾的電話 現在有陳太在線 陳太 你好 嗨 你好 你好陳太 我就是想問一件事 是看看有關方面能不能回答我 我聽新聞的時候已經很早已經 就說叫他的電單車不要過橋 危險 但是你有沒有溝通的呢 你三號就要上班的嘛 你八號就封橋的嘛 那就是不得合條 那有沒有人回答我 為什麼你交通事務 叫他們不要過橋 你三號就要上班的嘛 那怎麼辦呢 你叫那些人怎麼罰怎麼辦 嗯 還有一件事就是 這個局長呢 他很有經驗的 以我所知 為什麼會要出準這個問題呢 還有呢 美國風未來的時候已經 說定這個風很厲害的了 他應該有準備的 為什麼會這麼巧的呢 這麼有趣的呢 還有一件事就是 他現在這個 他說什麼 測到什麼 測到 不知道幾點至六點 那個風很大 但是九點鐘就會走的了 所以就不跨八號 那你應該是應該 如果有智慧的 那你就跨八號 你就九點鐘 你不要下坡住 香港是這樣 趁到十一點鐘才下坡 就是眼前上班 是很簡單的嘛 為什麼要這樣呢 我真的很不明白 還有就是 他不知道哪裡壞了 入址 喂 那些 不行 你不行 入址等的 澳門 那些 行政是怎樣的呢 那些是要立刻做的嘛 因為剛才有一位 主持 客席主持都說了 你七月八月是很多 有風打有雨的那些嘛 你那些事這麼緊要 你都要等 等入址 那不知是真是假了 真的要他出來 等他出來回應 多謝陳太的電話 好 我們再聽聽下一位觀眾 歐陽生的電話 歐陽生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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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陽生 你好 主持 你好 歐陽生 請說 他要等一直線 包括珠海 只不過同一直線的風速 那條路線這樣走 為什麼 為什麼香港掛八號風球 岸門見到天亮都不掛八號風球 連颱風過了都不掛 他是不是睜大眼說謊 他睜大眼說謊不緊要 還當我們全體市民呢 都是一隻豬來的 即是闖那隻豬 他說的算數 他說他是專業 我是用很簡單的理由而已 就是颱風天 隔這麼近 必定他幾多級 我們幾多級 我們以前沒有天文台 什麼都沒有的 只剩香港而已 香港一播 澳門就跟著扯起了 我就講一個簡單的例子 譬如 香港有八級地震 澳門也有七級八級 亦都不能走 因為你接近得太緊 譬如香港一個輕彈扔下去 或者一個中子彈扔下去 香港人亦都要死 澳門人亦都要死 澳門人難道會吵得生嗎 那些邏輯是什麼邏輯 他是什麼專業 做搞笑他開了記者招待會 記者招待會還不搞笑 他說沒有黑手 上面沒有壓力給他 他說這個說話更加要下台 為什麼呢 你有黑手 有私壓給你 市民原諒你 因為你都為兩餐 被人控制住 那些市民就明白了 你說你是專業 是獨立 那我的市民我就不原諒他了 我是用很簡單的道理來分析 不要當那些市民 全澳門的市民都這麼醜 你們貪污你們腐敗 你們現在的事 至少你都為市民服務 搞好民生 我要求是這樣 為什麼社會貪污腐敗這麼嚴重 市民都已經炸瘋瘋了 見慣得慣了 沒有問題了 歐陽商是特別勞氣的 對社會是特別不滿的 閉大眼說謊 欺騙大眾市民 長期是這樣 是嗎 好 多謝歐陽商的電話 好 我們時間回來 延長和幾位嘉賓再探討一下 我們都聽到三個觀眾的意見 剛才都說明明是預警 但是完全沒有反映過預警的效果出來 他說的是現在的風俗 其實我覺得對於這一點 大家都是覺得 其實都是有點不理解 是嗎 其實呢 現在個個都在說這個問題 我們首先要明白 究竟氣象局裏面的運作 是怎樣在運作呢 我剛才也有說到 有關整規性會議 是每一天 下午四點鐘 就所有的主義官員 就是裏面負責的那些官員 大家坐下來 在談談 有關另外一天的預計 局長從來都沒有出來的 以我們所知都沒有的 那他自己一個人決定 那是不是一個 未遇著獨立王國 他自己說了事 其他的員工不用理的呢 那所以呢 這次事件呢 我所聽回來 員工跟我們翻譯 是有員工說過 是要建議百合風球 有的 但是他沒有出席 很久都沒有出席 這個是常規性會議的 這個就是第一個問題 令到我們 根據公職法裏面 行政長官可以 命令一個獨立人士 來去調查裏面的運作 不是局長一個人的問題 因為裏面的運作 事實上我們收了很多投訴 甚至乎我們有一份 明天會交給行政長官 媒體都會知道的 是裏面列明了 十幾樣東西違規的事 所以那個嚴重性就是 我經常在立法會上說 市民想得到優質的服務 必須要政府部門裏面的運作 透明度高 管理是真是科學 他怎樣科學呢 他一個人去判斷 其他人呢 不是人 是動物 其他人是動物 因為不需要你 不需要參與 他也不會出席那些 我們所用的標準呢 是回歸的時候的 200年的 已經過了16年 香港用的標準呢 跟我們澳門呢 很相近 但他就說呢 我們不用香港 那朱海用的呢 他又說不適合 那你的什麼標準呢 你美國啊 歐洲啊 非洲啊 什麼標準呢 你沒有可能 一個人呢 藉手黃國呢 藉手遮天呢 就自己去做 自己不去解釋 你就算你是用專業呢 你也有那些數據 所以現在我剛才 第二件事 我想他可以澄清呢 如果正在看這個節目 為什麼2011年之後呢 所有台風的風速 是沒有登出來 在互聯網 我問過四五個人 我自己有可能呢 鬼遮眼 看不到 我問多四五個人呢 全部都跟我說呢 是沒有的 那為什麼沒有透明度呢 所以基因這個原因呢 我們明天遞信 給行政狀官呢 是我們歷史以來呢 寫得最多數據 和要求行政狀官呢 嚴格 來去處理這件事 因為現在的關鍵呢 不是說一個政府部門呢 運作得好不好 對市民沒有影響的 不是的 因為它的效果呢 一個人影響我們65萬人的 人的 沒有可能的嘛 一個人 如果你出來說 我們是開個會 很多同事都心思 就是三思 想得很深 然後得出個結論 就覺得 五誇八號 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但是你自己一個人決定呢 我覺得呢 我很難接受 應該如果是這樣的情況呢 應該是引咎辭職的 沒有可能這個人呢 見到這麼多東西 還要死雞燦爛蓋 燦爛蓋 燦爛蓋 就繼續呢 仍然呢 堅持他的那個方式去做事 這個很難接受 我收了很多投訴 市民有投訴 員工有投訴 個個都看到 投訴這個局長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導火線已經是超過了 所以我們明天呢 就要這樣遞信 就是這個原因 或者我們再談談 另外一個問題呢 之前呢 觀眾陳太 他都說到呢 就是三號風球 大家覺得不是那麼危險 所以會駕駛電單車過橋 其實 是不是應該建議 以後政府在掛三號風球的時候呢 就禁止電單車過橋 大家覺得這個 其實有什麼值得思考的方面呢 但是三號風球要上班 你不給他駕駛電單車過橋 哈哈哈哈 這是不可能的 或者說 可不可以說三號風球上班 都是給一些風球的保護 你不可以阻止人用什麼工具 我可以用直升機 大家可以談談 因為你三號風球 我不管你怎樣 你都要上班 但是你沒有限制我的嘛 這個不可能 其實我覺得這次整套 就是肯定在政府部門 引起居民這麼大的一個 不要說不滿 是非常狼狽 或者是一些危險的情況 大家的意見這麼多 其實無論如何 你檢視現在這一套制度 包括二千年 我們已經一直在用的 現在熱帶氣旋的一個規範 我們究竟那個標準是怎樣 你怎樣去調整 當中是不是有一些不夠客觀的地方 或者我們有測風的地點 我們怎樣有一個名式的指標 客觀一點給居民去做 我覺得至少這一點 是必須要去做的 而不是說我們現在這一套 因為現在很奇怪 大家為什麼當時會覺得 這個風對我們的影響是很大 也會有八號風球呢 就是因為它原來預視 在前一天下班的時候 它已經預視了 是十一點鐘至凌晨兩點鐘會掛風球 其實在這裡一個 就是大家會知道 這個預警出來了 應該這個風對我們的影響是很大的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澳門始終是一個輪班的城市 我們很多的居民說 既然你說十一點至兩點會掛風球 可能連巴士都沒有了 因為現在巴士最晚去到點多都有 我早點上班了 大家是準備好了 無論上班還是不用上班 我們都準備好了 但是後期不掛 不掛都不要緊 你完全沒有解釋 你不掛說我根本是基於科學的決定 我的風怎樣怎樣的情況 其實我們又看回鄰近一些地方 他會很清晰地告訴他 風真的轉向或者有什麼變化 很清楚的風力數據 全部清清楚楚告訴你 然後我的決定是怎樣 但是這次他只是強調自己科學專業 但是他沒有將一些清楚的數據 例如風力的變化 風的變化 一些解釋去嘗試跟居民去講 甚至乎是哪些區域可能受風勢影響會比較大 提醒居民做好防風準備 完全是 我覺得這方面的資訊 他們是沒有很主動做好這方面 那就更加形成大家在這裏質疑 你現在的客觀科學的標準 你又解釋不清楚澳門那套是怎樣的 你只是叫我們不要跟別人比 澳門那套你又講不清楚 再來一個就是說 你數據交代 你當教育市民也好 你都講清楚你那套是怎樣的 但他完全是沒有交代 大家的心裏就說 你明明說掛又不掛 你究竟是什麼決定來的呢 我覺得我們 而且剛才我認同有一位觀眾所說 澳門的居民 一般我們沒有這個常識 我們有很多 有些朋友 他們有這個方面的經驗 就是專業的 他可能讀這科 他有這個追風的習慣 這些朋友難道又不需要知道資訊嗎 難道我們政府部門 覺得澳門的居民就不需要知道更多的資訊嗎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態度的問題來的 他怎樣去清晰把一些事 去講清楚給居民聽 這個是居民的知情權 如果你不講清楚 又一再你的評估有落差 你也都不解釋一些天氣上面的變化 形成公眾對你的信任更低的時候 將來的預警就會大大削弱 你每一次發佈的預警 居民都不相信你 你是不是要做到這個效果呢 我覺得你在這裡官方一定要檢討 那你覺得 好像你站在一個僱主的角度來看 比如好像遇到這些惡劣天氣 有上班的員工 你會不會都是給一些津貼 或者以後好像沒有計時遲到 在這方面 你覺得僱主是不是都應該要理解一下呢 如果是以台風這個情況 其實我應該是 作為一個僱主來講 我是怎樣去看 應該是這樣去看 第一個最重要 就是政府它公佈出來的氣象那個情況 究竟那個實際情況是怎樣 這個是最重要的 這個是最重要的 因為它公佈出來之後 我們作為商界或者員工都好 我們大家市民好 我們大家就會跟著它所預報出來 我們會作準備的 特別我們商界來說 有很多都是在低瓦地區 如果它是八號風球 或者是三號風球 它的準備是不同的 你三號風球的話 就是一般普通性的 但是你八號風球的話 變成那個準備情況 就是差很遠的 所以其實最重要 就是氣象局那裡來講 它應該要 我也覺得應該需要檢討 既然你 作為在澳門裡面 一個這麼重要的指標 部門 其實你 它所公佈出來的話 我們就是 當它真的了 但是現在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變成我們將來信還是不信 第一 我們是 因為生命 每個人都很重視 大家都有權擁有自己的安全 但是如果因為公佈出來的數據 是不準確 而令到安全出現了問題的時候 這個責任哪個苦呢 大家不知道都不想 這個很重要 其實這個是第一個 政府部門需要檢討 要重新要來定很清楚 究竟它發佈出來的預警 究竟 那個透明度是怎樣 正確度是怎樣 我們應該 這個第一個政府要做的 而我們 再下來的話 我們才去到說 我們的商界來講 我們不可以說 因為政府公佈出來的事情 我們不遵守 如果生命封球 我們是不是叫那些員工不上班 那對我們是損失 但是如果它爆風球 我們又不遵守又不行 所以其實澳門很多的 特別是交通的問題 你說三號風球 它都要行大橋的 其實那個危險度是很大的 我們作為僱主 但是我們三號風球 我們又要開工 又要做事 又要送貨 又要收貨 變成這些來講 其實最重要 都是政府那個氣象局 它一定要檢討 因為我們所有的人 現在都是看天氣的預告 都是看標準的 其實應該要很認真去檢討 因為現在已經是台風季節 現在才是第一個 那之後來講 究竟我們應該要怎麼行 就是下次要做好完整的工作 有一位李先生說到 打電話進來 為什麼不可以做到 只得一三八九十 但是這個一三八九十 已經是2000年開始 至今都是這樣運作 但是那個行政命令16帖 200年行政長官當時批示出來 是說明一至十 即是換句話來說 你那個政府部門要進步的 如果你覺得需要有四有五有七 都可以做的 但是那個局長沒有做到 停頓但是那個延止時代 就造成了今時今日 是可以的 所以我想跟李先生說 是可以一至十 你政府是可以做 按照社會的需求 按照我們澳門市民的安全 你去邁向前一步 令到真是個個都清醒 你不得一句 科學就算數 你有什麼科學呢 有沒有會議紀錄 每一次你跨風球 你一定要有個會議紀錄 內部開了什麼工 講了什麼技術 我們要給社會知道 給我們的專家 我們的專家很多的 我們有十幾個學府 他們都需要分析 你怎樣達到這個決定 用什麼科學的決定 有沒有會議紀錄 我想問這件事 好了 我們時間差不多 要去廣告回來 我們全部都聽觀眾的電話 好了 回來我們澳門開港的現場 我們再看看現在 澳門開港的Facebook上面 有些什麼留言 網友就說 應該要敢做支持有會議紀錄 都要講到 有局長你要什麼用 找個技術人員 看著這些數據 不就可以了 就有人這樣說 還有一個 就講到 局長已經是令到澳門 成為國際的笑話 這些就是 網友講到的問題 好了 我們都是回來延長 繼續討論 之前就在說那個 好了 現在導演通知我 是的 現在有Steven在線 Steven 你好 喂 你好 是 聽到 聽到聽到 請說Steven 是 澳門導遊來的 嗯 在當晚和當日 當晚 颱風跨的時候 已經有些遊客已經到了澳門的了 有些導遊已經接待了 又住了酒店 準備第二行程行2的 嗯 因為我們做那個計劃 公司的計劃就說 如果是 風球不是很大的時候 如果是3號 回到3號風球 其實要按照那個計劃去行程的 嗯嗯 如果當日其實都是很大的風雨 是的 8號就留下酒店 8號就可以留下酒店 嗯 但是當期前 雖然外面的風很大 但是公司說 如果是3號風球 都要繼續去按照那個計劃行程的 嗯 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 我覺得 如果是 這樣帶客出去 按照那個計劃行程的話 你有沒有帶到那些客人去 幸好不是 是有其他導遊 有3、4個導遊 明白 這個問題有很嚴重性 除了業者有危險之外 導遊有危險之外 就會關乎遊客的安全性問題 是 多謝末生的電話 我們再聽聽下一會 我們再聽聽下一會 斯蒂芬的電話 我們再聽聽下一會 觀眾 末生的電話 末生你好 喂 可能末生斷了線 可能是新的觀眾 不知道 第一天來的電話 你要保持住 好 我們之前都聽到 斯蒂芬說了 他是一個導遊 然後提到一團客人去看澳門 結果大風大雨 你說遊客有事怎麼辦 是的 誰負責 誰負責 所以說3號風球 每個都要上班 但是實際來說 如果是8號風球 每個都會留在安全的地方 如果3號風球 每個都照常應驗 但是出盡了問題的時候 究竟誰負責呢 幸好這一次來說 就是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有驚而無險 是的 其實他都要報道 其實特區政府是一些旅遊訊息的 諮詢方面的發佈 都不是那麼及時 好像有些遊客 趕到碼頭才知道 原來香港那邊停了 那邊又要在這裏等 機場又有航班取消 其實很多特別是外國遊客 他又看不到中文 可能不知道 結果去到那裏碼頭又買不到票 因為香港全部都停了 所以我覺得以後 可能在這些資訊發佈方面 都要做得更好一些 好了 現在我們還有一個觀眾 周生在線 周生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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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生請說 是 我呢 我呢 都在看那個電視節目 是 我覺得呢 中文是你旁邊的電視機 是的 你直至跟我們溝通 是的 我關了電視機 我聽著很多觀眾都說 天文台在那裏 是做得不好 但是呢 我是一個服務性行業的人 每一次打風呢 我都有開工的 半夜的 嗯 不管他三號 八號 十號都開工的 那麼呢 我要講呢 就是昨晚的風 很特別的 昨晚呢 我三兩小時開工 穿雨了 很大雨 我開電單車的 是的 那真的風呢 風力呢 是不是很大的 這個問題呢 是很大雨的 嗯 因為我是開電單車上班的 那就是我要 講一句呢 是 他的問題呢 沒有細節 講 是為什麼 預警是有八號 那什麼不掛呢 就是這個呢 是要講一講 但是事實上 昨晚的風呢 是真的不是大的 就是講一句良心說話 因為我每次打風呢 我都要開工的 不理他八號十號 都要開工的 嗯明白 好 謝謝周先生的電話 因為我們後面還有很多觀眾等著 不好意思 聽不完你說完 我們還有徐先生 最先徐先生你好 喂 你好徐先生 喂 你好 你好徐先生 現在到你了請說 是的 主長你好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這次這件事呢 我覺得有一件事很有趣的 嗯 就是 局長呢 一直都強調著 他的風速 還沒有達到標準 嗯 但是同時也有很多市民 是發現呢 就是他的風速已經是達到標準 是 但是剛剛 阿高賢 阿高賢也有說到 就是說 預警 是的 其實是要預警 是的 預警 不是發生了之後 是的 不是說達到風速之二 到了 八號風球現在 不是這樣的 這個是法例規定的 這個是行政命令規定的 哦 原來低於六十三呢 我又取消它 下去了 那個十三我又變成八號 那沒有可能這樣做的 嗯 另外來說就是 八十三公里每小時是八號風球 那是不是六 sorry 六十三公里 那是不是六十二公里 就是三號風球 那是不是代表 他沒有八號風球那麼危險呢 其實只剩下一個公里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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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裏 昨天的氣象局 是不應該執著於 一公里 兩公里 三公里 未達標還是不達標 而是在乎於 因為澳門很多市民 都是駕駛電單車上班 就是這個危險對他們來說是很大的 未達到 我想跟你說一件事 根據法例呢 還有呢 他自己登出的 所謂這個表格裏面呢 未到六十三已經可以 二線跨的 是 所以我很希望他可以澄清這件事 他的專業的角度 有可能會跨 就是有可能達到六十三呢 未到六十三 是可以跨的 嗯 OK 我們再聽聽下一位觀眾的電話 不好意思 徐心現在跟你談到這裡了 我們要聽聽黃小姐的電話 黃小姐你好 喂 你好 黃小姐 高議員李議員 你好 黃小姐 這個台方真的很怪 我們氣象局的 這個局長好像皇帝 也不是人民的公僕 他決定的一切就是一切 他就以科學黨戰牌 人家周海 你沒有停工停課 香港都掛8號風球 你不要說過橋了 就是在本澳區踩電單車的人 都飄啊 很危險啊 等你在看電視 到橋上的那個電單車 駕駛者真的看著都心痛了 這個局長你再掛台風你去一下 應該你去一下橋上看一看 嗯 你也試一下 謝謝黃小姐的電話 因為真是不好意思 我們都是聽不完這麼多觀眾的電話 都有給一些時間 給我們嘉賓總結一下 那我們都聽到這麼多的觀眾 其實都是表達了自己的怨氣 高議員明天都看你了 我覺得期望就是行政長官 真的遞了信之後 認真去看我們的理據 因為事實上現在是人命關天 因為將來如果還有台風來的 一定會有的 因為是季節性來的 所以我們很希望就是 長官究竟 看一看究竟他內部 怎樣運作 是不是一個人 可以作出那個決定呢 還是整班同事坐在一起 還有要有數據 還有要有會議紀錄 令到呢 外面人呢 也都可以看得到 我也都很希望呢 完善那個網站 就是氣象台的網站 拿這些資料不是那麼容易的 因為要走很多個圈 進去才拿 但是那些濕濕碎碎呢 喝茶類似這些 它就很容易就拿到 我希望呢 就是台風是我們的歷史 還有我希望2011年 我希望它可以澄清 為什麼沒有其他的台風的 居數據 這些是很重要的 明白 正是倒出氣旋警告 或者是暴雨警告 其實都對我們的城市運作 是很重要的 包括剛才江小姐所說的 你無論做生意的 上班的 我出不出團的 都是看著你這個 你怎樣真正做到科學客觀呢 我覺得你的標準應該要清晰 都要 心裏面要明白 這個怎樣把公眾的安全 放在優先的位置 包括可能引致惡劣天氣的情況 你應該要充分評估 我就真的要作出這個警示 讓大家可以做好防風 做好安全出行的準備 這個是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我覺得官方 你一定要加強和居民之間的互動溝通 你有什麼數據 有什麼說明 你必須要說清楚 你不要每一次就是 我的決定就是這樣 但我不說明清楚的時候 公眾會對你的信任下降 以後你所有的警示作用 就會做得更差 就是一些分區風力的比較 應該都要有一個數據 最好的時間都要給分分 其實最重要來說 我希望今後 氣象局來說 他應該是在預警那裡來說 應該是做得更加細緻一點 還有在鄰近的地區的數據來說 其實我覺得他應該都 應該用來參考 因為澳門來說 雖然地方小 會不會太多 就這樣